这小子已经有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女朋友 分别是绿茶傲娇和合法努力 现在还竟然聊其他妹子 在女朋友们查考试成绩的时候 一个人回教室拿手机 此时的教室里只有一个白毛女同学 她忍不住问对方为什么不去看成绩 白毛表示毫无意义 反正不用看也知道自己是第一 一边说一边回头 对时的欲损前 两人明显感觉到电流窜过全身 很明显 这是又一道真命天女了呀 不过这次的白毛是个高龄之花 回头继续写作业 仿佛刚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恋太郎看他好像不太愿意搭理自己 就拿着手机灰溜溜的离开了 单个女朋友的排名都比恋太郎要高 恋太郎挨个摩托称赞他们 又将目光移到了最前面 第一名果然是刚刚的纸奶同学 而且是全客满分 恋太郎忍不住女朋友认识是这个纸奶 刚应听试过这人的传闻 据说他无论哪个的题都能又快又对的做出来 就有人说的很可能是AI 当然这个说法是乌奇之谈 刚好是接生物实验课 他和纸奶被奔到立足 要观察被灵膜洋葱表皮细胞 恋太郎主动去拿显微镜 目光却行不自行放在纸奶的脸上 跟女朋友的可爱毫不相同 这位是碧月修花式的古典美女 拿完显微镜回去后 恋太郎看他手里拿着教科书 就好心提醒这件实验课应该用不到 最后低头一看 他正在灵膜书上的表皮细胞 因为他认为反正前人已经给出了答案 那现在只是浪费时间 直接否认了实验课的意义 不过既然老是在一旁 那就装装样子吧 脸太郎总算知道 这人为什么会被传承AI了 往往全身的功力主义者 一边想一边切洋葱 不小心切到了手 就去旁边的水池冲洗 往往没想到 纸奶竟然直接含着着的伤口 美气明月 这样止血最有效率 然后开始用舌头舔尸脸太郎的手指 把脸太郎舔得欲罢不能 竟然被冰山美少女缩手指 而这女朋友试着救在她身后 虽然全被洋葱表皮夺取了注意力 时间过后 脸太郎还是久不久不能挽回钢头的触感 这场直奈感谢她钢头的帮忙 但冷冰冰的直奈表示 她只是出于效率 才能量做的 不需要感谢她 脸太郎就死缠烂打的和她聊天 直奈对任何话题都不感兴趣 在她看来 除了对自己将来有意义的东西 这事实上不存在其他任何有意义之物 包括脸太郎所述的什么快乐 脸太郎忍不住反驳 快乐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于是直奈还好跟她科普了一下价值 毕竟意义就是价值 快乐没有价值 自然就没有意义 科普王就扭头离开了 脸太郎再跟脸太郎掰扯下去 这个真命天女 怎么跟前三个都不一样 她竟然不倒贴我 脸太郎开始怀疑 直奈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真命天女了 这一场直奈并没有她必要献出那么冷淡 听得回想起来 她不知道为什么 当初会做出那么不知羞耻的事情 就算唾液能消毒 可手势的细菌进入口腔也是有害的 她慢脸通通的思索着 这份无法理解的感情 绝对作定有意义的事情分散注意力 然后就开始墨切圆周率了 墨切了一整面墙都没法集中 而且她现在的行为很明显 是在浪费时间 直奈并直接找到了脸太郎 告诉她自己好像喜欢上她了 希望她能和自己交往 脸太郎心话怒放 果然是我的真命天女 赶紧告诉直奈自己也习惯她 结果下一秒 直奈现在道歉 她原本就是为了结束这份恋情才告白的 只要脸太郎没有拒绝 那就只能她来拒绝了 毕竟学生时代恋爱没有任何意义 她绝对不会和恋太郎谈恋爱的 可惜恋太郎是被拒绝过一百次的男人 今天打击根本无法打消她代意 为了直奈口证的高效 她希望直奈她和自己约会一天 如果约会完她还是抱着同样的想法 那自己绝不会再打扰她 直奈无法拒绝 几天后的休息日 他们就到幽灵门口相见了 恋太郎想让直奈意识到 和喜欢的人度过快乐的时光是有意义的 两人最先却做了浪漫的旋转木马 但直奈完全不能理解这个有什么意义 更不理解恋太郎 为什么要连底片的留本下的劣质相机 在拍立德克的拍照 接着他们又去了鬼屋 唯物主意者的直奈自然不相信鬼神之说 最后只有恋太郎被吓了一论 之后的各强一弯设施在直奈口中也都毫无意义 直到他们坐在了摩天轮 恋太郎注意到直奈的手一直又在发抖 意识到他可能有点恐高 正如同意过后就坐到他的身边 冰山美少女竟然恐高 脸上一副淡漫的模样 手就抓住自己不放 这也太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了吧 脸太郎凡手握住直奈的手 每时呢 直奈竟然主动改革在狮子相扣 两个人谁都没说话 最近心知肚明 从本节轮上下来后 脸太郎拿出了经典牌的照片 对着每张照片的直奈看起来都是同一个表情 他就能准确地说出他当时的心情如何 比如直奈拿着小猫就是开心的 直奈有些惊讶 他竟然能看出来 脸太郎表示认真看的话还是很容易看的 但很欣慰直奈竟然很开心 派里德拍出的照片是没有底片和记录的 这点刚刚还被直奈嘲讽 一旦照片丢失就十分都找不回来了 那一瞬间 直奈心中涌起强烈的不愿意 他一把握照片将火焰熄灭 而这的行为正证明了他害怕失去 也是他曾拥有某样东西的证明 这些东西并没有普世以上的价值 真的打心意里不想失去 因为脸太郎那一番话 直奈不知不觉已经泪流满面 他终于明白了 原来幸福的时间也是有意义的 人活着就是为了经历这些幸福的点点滴滴 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意义 离世的这点后 他也做出了决定 再次告诉脸太郎自己喜欢他 希望他能和自己在一起 他想透过和脸太郎的恋爱 去了解更多自己未曾体验过的东西 脸太郎也再次伸出了手 美声的智男一把把他拉过来 直接亲了上去 好家伙 原来你才是真正的直球 轻易就做到了其他女朋友 花了好几天才做到的事情 当然这惯例 脸太郎还是上了天台 将第四位女朋友介绍给了前三位 女朋友们已经见惯不怪了 只要不把他们甩掉 一切的好说 真男也没有任何心理不断的接受了 众人还约好了 打着一起去这个运有超大泳池的主题公园 福利 这是妥妥的福利回啊